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JChannel,我是竹子 稍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目前购游戏中全新购对战联盟的一个赛季 就是插旗赛季期间各方面须知的一些内容一起详情吧 先看日期方面,分别是3月2日正式开始,然后会维持至6月1日为止 寄末奖励将开放在对战页面中领取,然后够对战联盟的级别将会归零 级别提升需求与往常的赛季,也就是第10赛季相同 最高级别为20级,但是不会显示训练加的评分 各个赛四杯的时间方面,那目前3月9日至3月16日的话 是高级联盟还有就是纪念经典赛 3月16日至23日为大师联盟以及爱情杯 3月23日至3月30日为超级联盟还有小小丛人杯 30日至4月6日有高级联盟以及速成杯 4月6日至4月13日有大师联盟还有万圣节杯 13日至20日只有超级联盟以及小小杯 4月20日至27日高级联盟以及复古杯 27日至5月12日只有大师联盟还有就是关都杯 5月4日至11日的话有超级联盟还有飞行杯 11日至18日有高级联盟以及元素杯 18日至25日有大师联盟还有大师联盟经典赛 25日至6月2日只是超级高级以及大师联盟 插取赛季开始过后呢 训练师们将可以在游戏中的商店里面被领取一张现实调查入场券 将会追踪训练家在赛季中对战的胜场数 然后调查页面会逐步增加获得奖励所需的一些胜场数 并且发放一些特殊的奖励 再来是沟对战日方面4月17日星期天的话呢 将会有新手天堂 那分别就是超级联盟以及小小杯将会开放 训练师们完成现实调查可以获得更多的经验 奖励的内容其中包括提供大量经验作为奖励 然后现实调查将会登场 沟对战日期间呢 任意级别完成一组对战赛事的训练家将可以获得服饰 也就是格拉吉欧的上衣 受影响的赛事杯包括了超级联盟以及小小杯 星星沙子的超级惊喜对战日方面是落在5月29日的时候 奖励内容为对战总获胜 可获得星星沙子为平常的4倍 然后还有另外就是有提及到将会有超级惊喜 在任意级别完成一组对战赛事训练家将可以获得格拉吉欧的裤子 受影响的杯赛其中有大师高级以及就是超级联盟 本季的季末奖励 那每一个赛季达到指定级别就可以遇到特定的一些宝可梦 那达到级别1时呢 训练师们可以遇到差字符 然后训练师们将会保证预见其中一只格拉吉欧的爱用宝可梦 受影响的遭遇宝可梦 其中包括有皮皮梦妖然后马沙娜等等 那至于高级的话6级对上者有多边兽 功夫又木木小伙伴喵等等 11级对上有头盖龙青飘飘小木铃 然后16级开始可以遇到的有又吉拉斯 花花小资矛头小鹰等等 特殊外观时装方面训练师们只要达到级别20的话 即可获得整套的格拉吉欧服饰 然后级别19后训练师们将会收到一个厉害特殊招式学习器 以及一个厉害一般招式学习器作为赛季结束的奖励 最后是各种特殊赛式杯的规则以及限制方面 那这方面我们在之前有特地针对排斥国影片跟大家分享了 有兴趣的在影片下方写进来寻找相关的影片连结来查看吧 好了那以上就是由观察局赛季期间各方面虚致的内容以及详情 希望各方面的资讯可以由小伙伴到大家 影片最后我跟大家说一下 影片中的言论进行参考并不能作为一个标准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 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我们接下来再见咯 bye